協作骑铁牛车在狭窄地势起伏的登山步道 载送物资前往天池 能按越岭古道一遇好雨 三处崩塌点容易土石松动 苗栗一名十五岁灵性少年 却背轻装走在这里挑战独盘能高纵走 走在山棱县能远眺壮阔山景 少年被美景吸引十三号搭火车 从苗栗丰富站出发 到台中高铁转乘公车 一路到屯源登山口摸黑上山途中失联 家属急通报不到半天 十四号凌晨三点被找到 凭着一股登山魂 用背包装着几件衣服 五碗泡面少许干粮 头灯 明显装备不足 要挑战五到六天的能高纵走 每戴卢卷和瓦斯煮水煮湿 连必备的帐篷也没有 结果一度失联引发各界踏伐 山游很直白 说少年有胆士是明日之心 根本没考量山上气候 浪费社会资源 就有高山协作发文痛批 少年没立即性危险 却得立即下山 被委托的协作凌晨骑车冒险赛人 不满被当保姆 难道我们该死 其他人当英雄 网友跟助阵留言 无知少年的命是命 出于善意压车护送遭到批判 领管处虚心接受 至于满腔热血的少年 事后才知道自己装备不齐全 这回幸运被阻止不少山友 认为他未来应该会更加谨慎 三星吴昆宇 潘利文 南投报导